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二战跌宕时、人类群星闪耀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隐秘的战线、瑞士间谍网络 二海上孤狼、商船武装抗击潜艇 三天空之谜、幽灵轰炸机的最后飞行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隐秘的战线、瑞士间谍网络 当然,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 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常常被误解为一个永远保持中立 不卷入任何冲突的和平使者 然而,就像一块看似平静的巧克力表面下 可能隐藏着令人惊喜的真子一样 瑞士在二战期间和冷战时期也有其隐秘的一面 那就是它的间谍网络 首先,我们得承认 瑞士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过完美 坐落在欧洲的心脏地带 周围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家 这样的位置 对于想要在战争中保持信息优势的国家来说 简直就是天赐的侦查高地 瑞士的银行系统更是为各国间谍 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洗钱和转移资金的场所 在二战期间 瑞士的情报机构积极地与盟军 以及周星国双方进行情报交换 他们像是在一场高级晚宴上的调酒师 调和着各种信息 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战争波及 瑞士的间谍们在这场全球的博弈中 就像是精通多国语言的国际间谍 他们在各个国家的大使馆里悄悄收集信息 然后又偷偷地将这些信息传递 给他们认为合适的对象 冷战时期 瑞士的间谍网络更是如同一部精彩的间谍电影 瑞士情报机构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搞间谍活动 还在东西方的较量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们的间谍们在铁幕的两边搜集情报 有时候甚至在柏林墙的阴影下交换秘密文件 有趣的是瑞士的间谍故事并不总是那么光鲜 比如瑞士情报机构曾经因为一起名为Crypto AG的丑闻而名声打造 这家瑞士公司生产的加密设备被全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军队使用 而后来揭露出这些设备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德国联邦情报局BND植入了后门 使得这两个情报机构能够解密使用这些设备传输的信息 这件事情让瑞士的中立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也证明了瑞士在国际间谍战中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瑞士的间谍网络就像是一块精心制作的瑞士手表 表面上看起来优雅而精致 但其内部却隐藏着复杂精密的机械结构 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瑞士虽然总是以中立的身份出现 但他的间谍网络却在幕后默默地转动着历史的齿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上孤狼 商船武装抗击潜艇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既紧张又充满智慧的话题 海上孤狼 商船武装抗击潜艇 想象一下你是一艘商船的船长 你的船满载着珍贵的货物 从香料到硅芯片 从丝绸到软件 你的任务是将这些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 但是海洋深处潜藏着威胁 潜艇 他们就向海底的狼群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潜艇成为了海上战争的一大威胁 他们悄无声息 难以发现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 接近商船并发射鱼雷 这种情况下 商船就像是海上的绵羊 看似无助 但别忘了 即使是绵羊 也有牙齿 为了对抗这些海底的狼群 商船开始武装自己 这就是所谓的商船武装 他们装备了各种武器 从简单的机枪到大炮 甚至是深水炸弹 这些商船被称为武装商船 他们不再是轻易可以被捕食的猎物 有趣的是 这种武装并不总是那么专业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平时直观导航和装卸货物的船员 突然有一天 你得学会如何操作一门大炮 这简直就像是让一位厨师去驾驶战斗机 但是 这些勇敢的船员们接受了挑战 他们变成了海上的民兵 保护着自己的船只和货物 有些商船甚至装备了伪装装置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货船 但是一旦潜艇出现 他们就会展示出隐藏的武器 给敌人一个惊喜 这就像是海上版的变形金刚 一秒钟还是温顺的羔羊 下一秒就变成了带刺的刺猬 当然 这种武装并不总能保证安全 潜艇的攻击仍然非常危险 而且商船的武装往往不如军舰那样强大 但是 这种勇敢的自卫行为 无疑提高了商船的生存几率 并在心理上给予了船员们一种安慰 至少他们没有束手待毙 总的来说 海上孤狼的故事是关于勇气 智慧和生存的故事 它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危险的环境中 人类的创造力和求生意志 也能找到抵抗威胁的方法 而商船武装抗击潜艇 就是这一故事中的一个精彩篇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空之谜 幽灵轰炸机的最后飞行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无数飞行器爱好者 历史迷和阴谋论者 夜不能寐的话题 那就是 关于幽灵轰炸机的最后飞行 这个故事 就像是天空中的X档案 充满了神秘 谜团和一丝丝战争时期的浪漫 首先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二战时期 那时候 轰炸机是战争的重要角色 它们在天空中舞动 就像是一群笨重的天鹅 只不过它们下弹的时候 地面上可就不太平静了 而所谓的幽灵轰炸机 其实是指那些在执行任务后 因为种种原因失踪的飞机 它们的最后飞行 往往成了无解的谜题 其中最著名的案例 可能要数1945年11月23日 一架名为Lady Be Good的 美国B-24轰炸机 这架飞机在对意大利 进行轰炸任务后 神秘失踪了 直到1959年 也就是14年后 人们在利比亚沙漠 偶然发现了它的残骸 但是 机组人员的下落 却成了一个谜 这里就有趣了 因为这架幽灵轰炸机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失踪案例 它的发现 引发了无数的猜测和传说 有人说 机组人员在沙漠中迷路 最终一个个不幸遇难 也有人说 他们可能遇到了外星人 或者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当然 这些都是没有证据的猜测 但他们确实为这个故事 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幽灵轰炸机的最后飞行 其实也反映了战争的残酷 和人类的脆弱 想象一下 在那个没有GPS 只能依靠星星和罗盘导航的年代 一架在满炸弹的飞机 在夜空中迷失方向 那种孤独和绝望 可能比面对敌人的炮火 还要可怕 最后 关于幽灵轰炸机的故事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无论是在天空 还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总有一些谜团 是我们永远无法解开的 但这也正是探索历史的魅力所在 不是吗 我们可以在已知的事实中 寻找线索 也可以在未知的领域中 释放想象 只是 下次当你抬头望向星空 或许会想 是否还有那么一架 幽灵轰炸机 在某个未知的角落 静静地等待着被发现的那一天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瑞士间谍网络 商船武装抗击潜艇 和幽灵轰炸机的故事 瑞士的间谍网络 像是一块精心制作的瑞士手表 隐藏着复杂而精密的机械结构 商船武装抗击潜艇 则是勇气 智慧和生存的故事 而幽灵轰炸机的最后飞行 则是一个神秘谜团 无法解开的谜题 这些故事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的知识 更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故事 了解到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勇敢和创造力 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历史中的未解之谜 那些被时间深埋的秘密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故事 你有什么独特的观点或者问题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 这些有趣的历史事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